我現在為大家介紹我這款新的T-Shirt 那這一件T-Shirt呢 只要搜尋AKB48 Team TP 它的官方網站商城那邊有一個 成員生日T預購現貨取的那一邊 就可以找得到我們現在這個最新款色的 AKB48 Team TP生日紀念T-Shirt 2022年8月份的劉曉晴版 小編我現在穿的這件是M size的 那其實看得出來158 好不好意思 我的身高是58 158的女生穿起來是蠻剛好 而且是舒服的size 那它肩線在這邊 那如果S的話我猜應該是這樣子 對 它其實S就是我覺得都適合 對 那如果是跟我一樣是158的女生呢 我就蠻推薦M size 因為它就是在一個很剛好的size 然後是很舒服 那它的長度呢大概會到 剛好遮到屁股這樣子 然後袖子呢也不會太短 也不會太長 就是一個剛剛好的size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設計的部分 那設計的部分呢非常簡易的寫了三個字 三個字 晴天預報 那晴天預報是什麼意思呢 你可以發現就是AKB48 Team TP的成員裡面 那位叫做劉曉晴就是這個設計師呢 它的Catch you phrase那邊 就是它的自我介紹詞 它有一句就是 晴天預報時間 今天的天氣是小晴 對沒錯 那它就是在它自我介紹裡面 有出現到的四個字 就是叫做晴天預報 那預報的意思不是真的是說今天天氣是晴朗的意思 但是呢 它就是先跟你說 沒錯今天一定是晴天 為什麼呢 那是因為小晴在 我希望大家每天都是開心 就很像晴天一樣會有一個好的心情 所以說晴天預報這件事情呢 其實是一個祈願 然後是一個期待的部分 那直接是跟你說 沒錯 儘管今天是下雨天 還是陰天 還是雷暴雨什麼的 都沒關係 因為晴天預報就是代表 今天一定是晴天 我要跟你說 今天無論發生什麼事情 我都希望你是晴天的日子 所以就是改了一個叫晴天預報的部分 那這句話呢 也完完全全的放在了這個T恤上面 就是代表說 小晴希望你穿上這個T恤的時候呢 心中是有小晴的 而且每天都是晴天 對每天都是行天 這晴天呢就是說 希望你心情一直是好的 對 那晴天的晴呢 也是小晴的晴 所以就是代表著說 希望就是穿上這件T恤的 大家都能夠開開心心的一個祈願 那除此之外 它的設計裡面還有一個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如果你打字打閃亮的話 它就會出現一個表情符號 沒錯 就是這個表情符號 但是表情符號是什麼呢 閃亮的意思 沒錯 閃亮的意思 就代表說 然後小晴也有一個很有名的一個 它的一個自我介紹的一個部分 就是閃亮閃亮小太陽 就代表著這個其實就是 想亮本亮好嗎 OK 然後這邊呢就是愛心 為什麼有愛心呢 因為小晴是告白叫教主 那當然還是要有一個愛心吧 沒錯 好那 22歲的聖誕梯 那就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夠喜歡這次的設計 而且這次設計能非常的簡易 一看就知道 喔 這是小晴的聖誕梯 所以就非常希望大家能夠喜歡這次的設計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帶幾件回家 畢竟這些T恤這件事情呢就是 無論今天你的下半身是配褲子裙子牛仔褲 什麼都可以 因為它是白色 它其實穿什麼顏色都很搭 而且它是非常方便的T恤 很好收藏 它是軟的布料 那 呃 就是非常好收藏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這次的聖誕梯 那我再次宣傳一次 要怎麼樣才可以買到這件T恤呢 當然就是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去到 AKB48TIMTP的官方網站 那那邊有一個商城那邊呢 就會有聖誕梯的一個專區 那只要那邊按上劉曉清 你就會看到這件T恤的圖片 只要按進去之後就可以預購了 那預購的話呢 就是可以收到我們這個指定size的T恤一件 跟成員的明信片一張 對 就是什麼是成員的明信片 就是我的照片 然後後面是個明信片 就是你還是可以拿來用的 所以說不定有些人不想要買T恤 但是他就很想要多幾張這個明信片的部分 你就可以多買幾件 多買幾件裡面 你買幾件裡面就有幾張 明信片 那這次的預購時間呢 將會在7月1號 就是昨天就已經開賣了 哇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那麼早就開賣呢 而且他只到7月7號 7月7號的6點 居然還沒有到12點就要結束 他會在下午的6點結束 所以請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馬上手刀衝去購買預購他 他從7月1號的12點到7月7號星期四的6點鐘 好謝謝 什麼7月7號怎麼只有7天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再壓線了 馬上如果你喜歡 馬上去我們的官網去預購吧 那預計呢 會是在8月的下旬 依舊訂單整理順序出貨 啊有人說到 完全沒有人說到 有人說到 欸海外的粉絲可以購買這件T恤嗎 那我記得很久之前 大概是第一年的生日T的時候 我有去問過那邊的工作人員 因為我找很多訂單進來 大家都很有這個疑問 所以呢就是說 只要你有台灣的地址的話 你都可以購買這件T恤 對 所以歡迎光致大家 如果你想要有電口 有電力的 這個T恤的話 就可以 只要你有台灣的地址 都可以購買這件T恤 希望大家很喜歡啦 晴天如暴 簡單的設計 滿滿的心意 好啦 就像這樣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購買 雙腸之處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歡 我這次的雙腸T